安装除下湿净水器需要准备的工具有 生料袋、切管刀、TDS检测笔、水压表、螺丝刀、活动扳手、电钻 配件准备 安装前需要检查配件是否齐全 配件包含不锈钢净水龙头、P1管固定螺母 二分P1管管塞、二分P1管管套、净水三通球阀、净水龙头增高垫、净水龙头紧固螺母 关闭总水阀 安装前需关闭自来水总阀、切断净水水路、避免安装过程中跑水 关闭冷水龙头水阀 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冷水管及水阀 比如水管颜色、水阀颜色、水温等 确定后将其关闭 检查并安装三通球阀 先拆下自来水水龙头冷水软管 检查三通球阀螺纹端生料带缠绕状态 注意缠绕方向应与螺纹进扣方向一致 再检查螺母内橡胶圈平整、无异物 将三通球阀螺母端安装到圆管路螺纹端 用扳手拧紧螺母 圆水龙头软管安装 安装圆水龙头软管前 去检查螺母内橡胶圈平整、无变形、无异物 将圆水龙头软管安装到三通球阀螺纹端 并用扳手拧紧螺母 水压检测 取下三通球阀螺母 将水压表PE管穿过螺母 再将PE管套入三通球阀 拧紧螺母 打开所有水阀测量水压 水压需满足0.1到0.4兆帕的工作条件 测试完成后,关闭所有水阀 不锈钢净水龙头安装 检查用户加使用环境 如果没有造业孔,需打孔安装 如果有造业孔 征求用户同意后 使用该造业孔安装净水龙头 拆下造业器 将不锈钢净水龙头电控线和螺杆穿过造业孔 将电控线从增高垫的侧孔由内向外穿出 此时,增高垫橡胶圈朝上 向上推至螺杆 再将固定螺母拧紧 滤芯安装 打开净水器上盖 依次将4个滤芯按照顺时针方向安装到位 注意检查 滤芯定位点与机器面板上的小锁标志对位 安装前管线整理 解开尼龙扎带 展开所有PE管 再取下电源线和电控线的橡胶套 整理管线 净水管安装 将净水PE管穿过三通球阀螺母 再将PE管套入三通球阀接头 注意PE管必须推至接头根部 再用扳手拧紧螺母 纯水管安装 将二分纯水管依次穿过纯水管固定螺母和二分PE管套 再将二分管塞塞入PE管 管塞台阶要贴紧PE管末端边缘 管套上边缘与管塞上边缘距离应小于8.5毫米 然后对接净水龙头裸杆末端 戴上螺母 再用扳手拧紧 净水龙头防水线接头连接 对准防水接头两端的箭头 连接端子 拧紧螺母 废水管安装 将废水管插入排污水管内 用扎带或胶带固定 插接电源 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 打开水阀 依次打开自来水总阀 冷水阀 三通球阀 开机清洗 旋转净水龙头开关 开机制水清洗 直至净水龙头环形灯 由橙色变为蓝色 此过程大约需要10分钟 App连接 手机连接到WiFi或热点 下载小米智能家庭App 从中找到带连接设备 小米净水器除下室 点击连接 选择对应的WiFi或热点 输入对应密码 点击下一步 等待提示连接成功 点击完成 此过程中净水器状态指示灯变化过程是 橙色闪烁 蓝色快闪 蓝色常亮 水质检测 取出小米TDS检测笔 用一个干净的水杯接自来水 测量自来水TDS值并记录 先用纯水涨两次杯子 然后接一杯纯水 测量其TDS值并进入 计算拖延率 大于等于90%为合格 安装完成 检查所有管路连接处及机器 确保无漏水